你好,這部影片教你如何新增 這個首會影片的每一張投影片之間的過渡效果 正常的過渡效果就是 你看不出來有什麼過渡 就是一張接著一張 但是如果你現在希望這一張轉換到另外一張的時候 有一個特效 那你只要在這一張這邊叫Transition這個地方 點一下,這就是過渡 它預設效果就是淡出 那如果你在用Chrome瀏覽器 你可以翻譯這個介面 這樣子你會看得比較清楚 這邊有很多的效果,把它翻譯出來 淡黑啊,這邊有預覽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它的效果是什麼 然後你看這是它的效果 這是擦乾淨的效果 向左滑動,向右滑動 那例如說我們現在用向左滑動 這樣子 好,那我們更新 那這樣子呢 整部影片呢在匯出的時候 它在過渡的時候它就會使用這個效果 你知道什麼是網路行銷 然後它過渡到這一張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效果 那我們這邊呢可能在預覽的時候 會看不清楚 那我這邊呢再新增一次效果給你看 例如說這一個 我呢要它往向右滑動 一個向左一個向右 然後呢我們把它匯出一次 讓它匯出來 讓它匯出來 這部影片 那我們最主要是要看 等一下喔 這個語音選項 剛剛沒有抓到 我們順便挑一個 再讓它匯出一次 再讓它匯出一次 好,那它現在匯出了 我們點這個下載 把這個影片下載 下來看一下它的效果 我們看到它現在往左 然後接下來下一張會往右 過渡 我剛剛 選到都一樣的效果 你可以看到如果是 連銷 企業能夠精準的接觸到 目標客戶 提升品牌知名度 和銷售量 現在就加入網 等一下 這個看起來 是 我更正一下我的講法 這個看起來是 一旦呢 你選定了這個過渡效果 它 它 我們剛剛都是向右滑動 對不對 那它每一張 都會 它沒有辦法 個別畫面設定 它每一張都會用固定的 過渡的效果 那基本上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呢 如果呢 你選定了這個效果 那它每一張就是 過渡的時候就會是這個效果 OK 那我更正一下 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我剛剛最後選的是 向右滑動 所以你可以看到 每一張它都向右滑動 這樣總比呢 沒有任何效果好 好 那這部影片就在這